你好,加拿大的觀眾你們好,我是蔡詩貝 Zisley 蔡詩貝 2013年參加香港小姐獎選而入行 多年獲得亞軍的寶座 一轉眼,貝貝已經入行七年多了 她曾經有參與過電影、電視節目主持 電視劇等等的工作 而當中令大家感受到貝貝的演技大爆發 相信都是來自《踩過界》系列中癲者的角色 這角色令她獲得2020年萬千聖輝頒獎典禮的最佳女主角 就是這樣,她搖身一變成為了大家的事後 這次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做這個訪問 讓大家可以認識我多點 對我來說,加拿大的印象 首先是跟食有關 我是非常喜歡這個楓葉糖漿 因為我很喜歡早上吃Pancake加Madeful syrup 還有第二樣就是人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是加拿大籍的 即是加拿大回來香港工作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問我加拿大想起甚麼 我會想起朋友 譬如陳瑩 你剛才說完加拿大探婆婆 我很多阿Xiao、徐少平 很多朋友都是在加拿大長大的 所以加拿大會令我想起Friendship和Food 其實加拿大聯想到Friendship都挺適合的 因為我們出名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國家 而用Friendly來形容蔡師輩 其實都相當貼切的 她在無線出名,人緣好 結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其中玩得最close的 就是跟賴慧玲、陳瑩、陳嘉寶、何硬絲和吳家� 他們Friendly的Group還起碼名叫Sixsters Team 賴慧玲這個角色當然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和影響很深 因為始終是我第一次拍續集的一個角色 很巧合地提本的角色設定 和人物設定 角色設定的編劇寫得很好 和我現實生活中的歲數和性格相比 然後我一看劇本就會有很有共鳴 有這個共同成長的感覺 所以第一次站在香港的頒獎大台上 是瘋姐在猜獎的一年 然後第二次就是瘋姐在猜獎的一年表現 可以拿到事後這個歲月 是特別有感受特別感動 其實杯杯的努力和用心 大家都有目共睹 她每套電視劇的演出都看到她有成長 所以能夠成為首位90後 奪得最佳女主角 獲得事後的樹榮絕對是實至名歸 其實我很想嘗試做老師 小時候我的志願是寫過老師這個職業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基本上我很喜歡成長這個 term 你看我經常說成長 在任何範疇的成長 我都會覺得很感動 人是不會原地答案的 你總會成長的 有些人成長得快些 有些人成長得慢些 老師就是可以一路去見證著 很多不同的小朋友 或者情緒性的成長 我覺得是會很感動 如果有一個很感動的老師學生劇本 是會非常催淚的 我都期待會不會有一天可以 而現實生活中做不到老師 在戲劇世界裏面可以做一次我的志願 希望快點有導演 可以找你開一部 教育題材的熱血催淚劇就好了 隨遇而安 做好準備 去迎接每一個的工作機會 這一個就是我們喜歡的蔡師輩 我對自己 接下來這十年的計劃 就是 隨遇而安 做到最好 因為我經常都說 譬如在音樂的行業裏面 可能是主導一點的 我可以選擇自己寫歌 我可以選擇用甚麼監製 用甚麼作詞人 是可以自己主導一點去創造藝術品 但是在我們演員道上 我們相對地是被動的 就算我自己很多東西很想做都好 其實你都沒辦法去 make it happen until it finds you 即是可能你說 我很想做一個沒有類型的角色 或者我很想做某類型的劇本 或者故事 但是如果沒有交債去找你 或者沒有人想認識你 去看見你這一面 可以給的機會 去做 其實我們相對地是實際上被動的 我很想試試做舞台劇 去時一生又很想拍多次電影 在劇集上也想接一些 如我剛才也說 一些我相對地沒有接觸過的角色 這些是我想去 achieve的 未來的 你說這10點 然後我會希望在小點 繼續可以留到一些感動人質的作品給大家 所以其實除了預安也很重要 也做到最好 有什麼機會就要自己準備好 去迎接這些機會 所以我也是保持一個學習的心 以及保持想進步的心 就是準備好自己 是for any opportunity 祝你早日如願以償 可以參與舞台劇 和更多電影的演出 希望將來可以在溫哥華見到你